大家好 歡迎來到雅虎的久老師感情講談室 在此你的所有煩惱 不能保證獲得解決 今天我們要談的案例是L同學 以下是他的來信 我是一個高職生 是個同性戀 我喜歡一個班上的男同學 他的成績很差 而我的成績很好 所以我都盡量幫他的課業 幫助他拿到實習學分 音樂課是唯一我們做了最近的一次 他覺得累 我幫他按摩肩膀 把他要求的一切都放在第一 而這些舉動幾乎讓全班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歡他 但現在我發現他只有在實習課要我幫忙的時候會找我 只有在音樂課我們做最近的一次 會叫我幫他按摩 剩下的時間他都不會找我 而我去找他 他也很冷漠 上學期我抱他 他還會隔著口罩親我 而現在除了實習課跟音樂課 他連碰都不讓我碰 但卻又跟班上其他男生親親我我 我好像被當成工具人對待 他每次總是不讓我碰 會是因為太過主動引起反效果嗎? 而我的同學這個案例 其實對其他同性人來說是有點奢侈的煩惱啦 兩個關鍵句 第一 全班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歡他 第二 上學期我抱他 他還會隔著口罩親我 我認為一個正常的男生可以不介意別人眼光 接受同性做這些事已經說明了他的性向跟你是一致的 我收到這封信的第一個感想是 實在真的變了 現代人們漸漸不需要為自己的性向而煩惱 老師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 同性戀還被當成是精神疾病 被人發現有同性戀的性向甚至可能被退學 所以遇到這樣的煩惱我覺得很欣慰 是會在進步 大家今天認識到同性戀異性戀根本沒差別 所以呢接下來要回答你的問題 並不會因為你是個同性戀而區別對斷 也就是說呢 請你做好心理準備了 你問他以前理你 現在對你那麼冷漠 是因為太過主動起反效果嗎 拜託 同學 不要這麼錯見自己的感情 我們通常說太過主動起反效果 也是在雙方不知道對方心意的前提下 問題是你都跟他隔著口罩親親了 請問你們之間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嗎 女生親親之後跟我講沒什麼純友誼 那我還信 可是你們是高中男生耶 據我所知感情最好的哥倆 嘴對嘴還是有點過頭吧 不是我太老派吧 認真一點事實 你喜歡他 他也知道你喜歡他 你們就差一步 確立關係而已 他既然知道你喜歡他 他又對你故意冷漠 那會讓你難過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要讓你難過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他根本不在意你 沒有什麼你不主動一點 他會更喜歡你這種事 沒有好嗎 他之所以不可明白地拒絕你 可能是放不下一些事情 是不忍心嗎 是怕你難過嗎 不是 你自己很清楚 講白了的同學你猜得沒錯 他就是把你當工具人 因為你有利用價值 他還需要你幫他得到實習分數 所以他需要你幫忙時就給你機會 不需要你幫忙時就躲遠遠的 這完全不奇怪啊 有異性戀的工具人 就有同性戀的工具人嘛 重點是你不要這麼看不起自己 不要認為這跟你主動不主動有關係 肚定會喜歡你的人 不用等你熱臉貼冷屁股 你就是反過來把屁股貼他臉上 他也一樣會喜歡你 何況你們都已經會抱著玩輕輕了 這不是搞曖昧的階段好嗎 現在如果你繼續一味的付出 有非常大可能感情得不到回報 所以請你自己好好想想 不做戀人你們還是有可能做好朋友 你可以把你們之間的關係說清楚 之後還能不能當朋友就隨緣 我建議你攤牌跟對方好好談談 我喜歡你 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在一起 如果想可以不要對我冷漠嗎 如果不想我們還可以當朋友嗎 你也可以什麼都不說 順其自然該怎樣就怎樣 或許他現在不想理你 哪天卻動真心了 你們還有機會在一起也說不定 怎樣做都是你的自由 不過我建議你現在需要主動出擊 釐清你跟他的關係 不要讓自己受傷太深 以上是我的建議 有任何想要邱老師回答的問題 歡迎記得我下信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